报习近平北戴河最高安保沿途每200米涉港独享一号月台 北戴河会议习近平享特殊安保待遇,疑似对应目前中国迷离政局。 看中国2018年8月7日讯看中国记者林忠宇综合报道中共北戴河会议日前或多方消息正式已开启,港媒报今年习近平到北戴河想特殊的最高安保。 只有习的特别货车可以停在北戴河货车站一号月台且沿途隔200米涉港警卫。 过去一个月中国政局出现种种诡异乱象均指向北戴河获其政争风波。 北戴河开会习近平安保待遇曝光。 据官媒新华社称,中共政治局委员陈希和胡春华8月4日在北戴河看望专家并召开座谈会,这被认为是北戴河会议一经召开的标志。 香港南华早报6日引述消息人士披露,今年会议的保安工作比过去要严谨得多。 报道说,在北戴河开会之前,附近一带地区早已开始加强保安措施,每一辆进入秦皇岛的汽车都要事先申请临时许可。 一名过去每年都在北戴河逗留多个星期的消息人士称,今年只有习近平的特别火车可以停在北戴河火车站一号月台。 为了确保最高程度的安全措施,习近平的火车沿途每200公尺就有哨兵站岗。 防暗杀。北戴河安检用上人脸识别。 有关北戴河会议开始,此前外界多从当地交通管制和安检加强的迹象猜测。 据上月中的官方通稿,和北秦皇岛加强例行的安检工作。 由7月14日至8月19日,北戴河区在实行机动车尾号常态现行基础上,实行双休日单双号现行交通管理措施,此外对进入北戴河区的车辆做现行。 而据中心网近日报道,北戴河今年提升了治安管控水平,在贫水桥一场入口处安装了人脸识别系统安检门、时光机等设备,实行封闭分区管理。 翻查网组发现,习近平曾遭遇10次暗杀未遂,或致次次北戴河安保超乎寻常。 香港东方日报2013年12月报道,据来自接近中南海的消息称,在201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前后,周永康至少两次试图暗杀习近平。 一次是在北戴河会议室放置计时炸弹,另外一次是趁习在301医院做体检时打毒针。 由于当时形势危急,习近平一度需移居西山军事指挥中心,以防不测。 苹果日报披露,习近平接班底定后,曾遭遇至少10次暗杀险情。 事后查明权是内部人谷凶作案。 2014年,香港动向杂志曾援引中共高层消息来源说,习担任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后至2014年7月初,由中共保卫部门发出安全预警通知多达16次以上,其中北京就有4次,包括他到北京市委、市政府考察部门工作期间。 在中共十九大后,也曾传出习近平遭遇暗杀的消息。 例如2017年12月,传出习近平复腾九一事件。 有消息推测,习近平遭暗杀导致神情紧张,从而引发身体不适。 消息还称,习近平曾经险被放在北京大会堂的炸药暗杀,不过炸药被提前发现而移除。 贸易战下传言纷扰北戴河撂起政争。 北戴河会议习近平想特殊安保待遇,疑似对应目前中国迷离政局。 仅其受中美贸易战影响,中国国内局势案例也颇多曲折。 外界普遍预期,今年的北戴河会议话题或涉及外交、经济、金融当鉴于一时形态,复杂的局面更可能令高层矛盾爆发。 7月上旬,中共新华网突然转载中共总书记华国封认错仪式被指示影射习近平央视新闻联播时又突然出现有黑衣人抢入直播当镜头的失误,之后官媒对习近平的宣传一度降温。 同期网上流传北京要求撤下习近平画像的通知。 陕西社科院要立项征集研究的梁家和大学温业被叫停。 差不多同时,政治流言突然漫天飞,声称中共元老派桌子吵架对习近平发难,王沪宁被迫下台,胡春华入常成为总书记接班人,二次修宪,重新加入国家主席任期制替换习柳赫和王沪宁的人悬疑敲定等等。 甚至传习出访如当年胡锦涛出访会赖被消权等等。 而当局对习近平宣传先议后扬栗战书等习亲信高调以一定之遵对反习势力宣战印证证据柜决。 7月15日,被至亲北京的多位网曾报道称,北戴河会议将聚焦三大内容,首先是中共如何应对贸易战金融风险管控,还有就是据传中共高层还会就中共当舰和宣传问题进行讨论,不排除可能调整领导风格,淡化个人一把抓的形象,突出集体领导。 香港经济日报7月29日则刊文指出,今年的北戴河相信有三门议题,首先就是这世界格局斗变,会否由中美贸易战变出一个新冷战? 其次就是不管是战是核,或站起来是什么战,总得有个应对之策,三是传说中的政争,总要有个说法,来决定未来中国是怎样一个政治生态。 尽管南华早报前述最新报道引述分析指,目前看不出任何足可挑战习近平党内地位的势力,北戴河会议给他提供的是一个听听不同意见的机会,仅此而已。 但南早7月19日则引述消息人士披露当局对到防北戴河的官员也进行了防范。 据称到北戴河休假的官员们的公寓都相隔很近,他们可以在散步期间互相问候。 但是所有人都处于重重互卫之中,请求见现任领导人十分困难。 而常规的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委的每周立会将会在休假期间在北戴河进行,但是额外的官方会议需要经过中共办公厅批准。 习初访回国开会提6稳当每点名6股警告。 在北戴河会议之前,习近平外访非洲回国后,第一时间于7月31日主持召开中共政治局会议。 该次会议不但讨论中国经济面临的新挑战等问题,习近平强调要做好,问就业,问金融,问外贸,问外资,问投资,问预期等6文工作。 会议更捆绑审议中共党员纪律处分条例,要求官员维护系核心的地位及中央的权威。 法广报道称,次次会议在于突出6文,却榜上纪律处分条例,给人一种中美贸易战争和北戴河会议夜来躺浑水的诡异气氛。 8月3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文,再次对中共党员喊话,要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等文章,再次点名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后,孙政才,并计划政治业新膨胀,搞阴谋活动,并称中央果断铲除该利益集团,消除了重大政治隐患等。 文章要求中共官员绝对忠诚,坚决维护习近平核心地位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在北京政治传言纷纷北戴河会议开启这际,喉舌媒体就是重题,颇有警告意味。